每日神话 怎样进入真实的祷告 祷告时得有一颗安静在神面前的心 有一颗真诚的心 是和神有真实的交通祷告 不是要你说好听的话来欺哄神 祷告围绕神现在要做成的 愿神多开启光照你 将自己的实际情形与难处带到神面前祷告 包括和神力的心智 祷告不是为了走过程 乃是用一颗真心来寻求神 求神保守你的心 使你的心能够时常安静在神面前 在神给你摆设的环境当中 使你能认识自己 恨恶自己 背叛自己 从而使你和神有一个正常的关系 真正成为一个爱神的人 祷告的意义是什么 祷告是人与神配合的一种途径 是人呼求神的一种方式 是人受神灵感动的过程 可以说 没有祷告的人是没灵的死人 说明他无接受神感动的器官 没有祷告就达不到正常的灵生活 更不能跟上圣灵的做工 没有祷告就是与神断绝了关系 不能获得神的称许 作为一个信神的人 祷告越多 即接受神的感动越多 这样的人就越有心智 越能接受神的罪心开启 因此这样的人 才能被圣灵尽快地成全 祷告要达到的果效是什么 人能实行祷告 能明白祷告的意义 但祷告要达到果效 却不是简单的事 祷告不是走走形式 走走过程或备备神话 就是说 祷告不是学画 不是模仿 祷告必须得达到 心能交给神 与神交心来接受神的感动 祷告要达到好的果效 必须建立在读神话上 在神话里祷告 才能有更多的开启与亮光 一次真实的祷告的表现是 对神所提出的要求 有渴慕的心 而且愿意达到 对神所恨恶的也能恨恶 在此基础上加以认识 对神所阐明的真理 有认识不模糊 祷告之后有心智 有信心 有认识 有实行的路 这才叫真实的祷告 这样的祷告 才达到果效了 但祷告必须建立在 享受神话 在神话里与神交通的基础上 心能寻求神 而安静在神面前 这样的祷告 已经进入与神真实交通的地步 祷告 祷告时得有一颗 安静在神面前的心 有一颗真诚的心 是和神有真实的交通祷告 不是要你说好听的话 来起哄声 祷告围绕神仙 再要做成敌 愿神多开启 光照好你 将自己的实际 清醒于难处 带到神面前祷告 包括和神里的心智 祷告不是为了走过程 那是用一颗真心 来寻求神 求神保守你的心 保守你的心 是你的心能够时常 安静在神面前 在神给你摆订的环境当中 是你能认识自己 恨恶自己 背双恶自己 背双自己 从而是你和神有 一个正常的关系 真正成为一个爱神的人 是你的心能处 是你的心能处 是你的心能处